大家好,我是呂老师 这边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AutoCAD的20U版 它的工作区要怎么样切换 目前我的工作区 这整个画面就是一个工作区 目前我的工作区是2D的 平面制图 2D平面制图的工作区 在它的右下角这边的齿轮 靠近它的时候 滑鼠靠近它的时候 它有出现工作区切换的按钮提示 然后点它之后 就可以看到说 我现在是在制图与注解的情况下 然后它又跟我讲说 我是转移至AutoCAD2012的版本 因为目前我有同时安装了 AutoCAD2012的版本 它认为我可能会需要用到 那个时候所设定的一些工作区的界面 如果没有这一套软体安装的话 应该会看到第一个选项 制图与注解 好 第一个选项看到的这个制图与注解 跟我刚刚看到的AutoCAD2012 几乎一模一样了 好 那我再切换成3D基础看看 如果我们需要做三度空间的绘图的话 那3D基础的话会看到一些3D制图的按钮 已经放在上面了 上面这个叫做功能区 在功能区上面有看到一些3D制图的一些按钮 就可以让我来使用 如果你要看到更多的就3D塑形 有更多的3D绘图的功能就打开了 然后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制图与注解这一个 制图与注解这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底下 底下这边有一个指令区 指令区是浮动在我的绘图区里面 中间这个区域很大的这块区域叫绘图区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浮动的模式的话 你可以把它按住最左边那个点点的地方 然后往下拖 它就会黏户在底下这个区域 底下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右下角的状态列 这个叫做状态列 有一个指令区加一个状态列 这样的一个界面呈现的模式 我主要是要介绍怎么样切换工作区的一些设定 可以按指轮之后去选我们要的 以上说明,请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